黎明的时候 众人从盖亚法那里 把耶稣押往总督府 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去 因为怕沾染污秽 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 毕拉多出来问他们 你们控告这个人什么罪 他们回答说 如果他没有为非作歹 我们也不会把他送到你这里来 毕拉多说 你们把他带走 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审理吧 犹太人说 可是我们无权把人处死 这是要应验耶稣一言 自己会怎样死的话 毕拉多回到总督府 提审耶稣问道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这样问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听别人说的 毕拉多说 难道我是犹太人吗 是你们犹太人和祭司长 把你送来的 你到底犯了什么罪 耶稣答道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臣仆早就起来征战了 我也不会被交在犹太人的手里 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于是毕拉多对他说 那么你是王吗 耶稣说 你说我是王 我正是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上 为真理做见证 属于真理的人 都听从我的话 毕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 说完了 又到外面的犹太人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